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血压 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的疾病的老年人 他在春天如果有个春困的现象 吃这个消毒就最好 因为我们说的是他让肝肾醒过来 而这种长期慢性的疾病呢 它都是肝肾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让肝肾醒过来 就激发他的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吃它最好了 那这个怎么吃啊 你看我们通常这边吧 就是用开水焯一下 然后切成小碎 然后打到鸡蛋里 分鸡蛋吃 有人然后就是跟那个 豆腐拌一下 你说的那几种吃法都是可以的 都很好 再一个如果是老年人呢 他可能想要吃鸡蛋呢 就是拌黄豆 也是要焯一下是吗 其实是这样 如果你是头茬的 太嫩的那个是不需要焯的 直接可以拌 如果是二茬三茬的呢 你就焯一下 但是我记得原来 你看我见他们这个做的香醇 用那个开始焯一下之后 它这个香味就会 就会激发出来 对对对 这就是二茬三茬的 但是头茬的你去试 头茬的完全你就不需要焯 它就是十分的 而且没有那么臭 我觉得味道会很好 然后我们那把黄豆煮熟了以后 再跟香醇一起拌 这个就比较清淡 而且黄豆是补气的 所以它对于老年人来说 加上这个香醇的宣发之气呢 它就等于把气一补上来 人就不会发困 哦 理解了 这个是补干肾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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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